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台湾当地也有产咖啡吗 在整个亚洲咖啡的风气可以是说如日中天 如火如荼的展开 在这样这么样热门的精品咖啡市场当中成长最快的除了台湾之外 还包括了韩国 日本等等的不同的国家 可是你知道吗 在亚洲这些国家里面只有台湾是不但是最佳的咖啡消费国 也是咖啡生产国 我想这个是许多在日本跟韩国的朋友都相当羡慕我们的地方 今天我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受邀成为2023年云林县古坑这边 来为他做咖啡生豆的一个评鉴 当然除了我之外 还有几位非常杰出优秀的烘豆师以及杯测师 一起来参与这次的评鉴 而且这次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担任这一次评鉴的主审 除了自己要喝之外 也要协调各位评审当中若是有一些看法上的差异 我们要如何来去做出判断以及决定 那这一次也特别带着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一次整个评鉴的过程 过程当中我们也访问了评审老师 以及最后最后我也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够采访到在云林县 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非常着重于咖啡发展跟推广的副县长 这次也请他一起来跟各位分享 他喜欢喝什么样的咖啡 以及他为什么这么重视古坑咖啡的发展 对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我是阿佐 然后也可以叫我Stone 我们是在台南的永康这个地方 然后开了一个小小的咖啡馆 叫一街咖啡ST1 对然后在就是一个大桥 台南永康大桥这个区域 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小小的街边店这样对然后社区型的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就是大概平均的一件 那你如果这样平下来 平均上面有什么样的酒店吗 呃有就其实大概这是第三次了 农民啊大家对整个处理法或是咖啡的粽子上面来说其实水准越来越高 所以相对的其实也越来越难平 因为可能以往以前可能大家比较会想要在于风味上面有些比较突出 那可是现在我发现可能大家慢慢慢慢的整个平衡感均衡度 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体的水准上面来说其实是越来越往上走 这三天喝下来你最经验有喝到什么特殊的风味吗 这样并说有什么优格的风味啊 有 对呃其实在其他的处理组的这个组别里面来说 呃其实有喝到一些真的比较特别的一个处理法 或者比如说像刚刚您说的优格其实我也有喝到优格 那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发酵型的一些风味 那其实都是算是蛮正向的 所以我觉得呃在整个的这个后制过程其实大家现在也都非常的厉害 我这次其实也有喝到就是 嗯在水几上面来说其实它相对是一样有干净度 而且它在于它的风味 原始的风味的呈现来说整个就是也是非常的清楚 而且是明亮的而且是非常的呃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状态 然后呃尤其在口感上面来说其实也是都有一定的厚度跟巴底 所以呃这个也是我这一次也是蛮惊艳的一个地方 好真的今天辛苦了 但是我可以邀请您来评线大家评评 你还会愿意参加吗 当然愿意啊 没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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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刚刚的是谁是初遇法里面的特红奖 他的决赛是W108 对应到负全是WS04 WS04对应到初遇法是WF25 那我们讲WF25 会议的名码是W05 我们恭喜松茨远借赐灯 其他处理法课等奖 却选码是AT09 却选码AT09对应到负选码是AS08 负选码AS08对应到初选码是AF06 初选码AF06 对应的名码是A22 我们恭喜其他处理法的冠军课等奖示品 我是给咖啡光队 是光明 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在云林咖啡评鉴这边 有机会能够专访到云林县副县长 一起来加入我们参与讨论 我们今天最主要会问副县长一些问题 在问问题之前是不是 副县长先自我介绍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谢淑雅 目前在云林县政府担任副县长的职位 那也曾经在这个乡镇 云林县古坑县担任过乡长 所以对古坑有一份特别特别的情怀 那我再请问一下 像以副县长的了解 我们都知道古坑咖啡是台湾咖啡的原香 那我们在推动古坑的咖啡 您觉得古坑的咖啡跟其他的国家 或是台湾其他的产区有什么样的不同点 它的特色又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因为我民国87年在古坑厢担任香长 那其实当年的我根本不知道台湾有产咖啡 更不清楚 台湾咖啡的故乡就在我们古坑厢 但是呢就是因缘忌讳 然后发现了一颗豆子 就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 发现了一颗豆子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定位就是台湾咖啡的复兴 然后大家也是从头开始来学习 可是我觉得很棒的话就是 台湾真的是宝岛尤其我们云林县 你看几乎你想要种什么都有 那连咖啡都不例外 所以呢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 应该老天爷眷恋我们这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只要有那个心 我们就有办法去种植最好的咖啡 那事实也证明 所以我们从2003年92年举办第一届的台湾咖啡局到现在 在2020年我们其实拿到了四届CQI的冠军咖啡 哇这不简单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咖啡尤其在云林县 我们一定是走精品路线 对 然后呢像今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咖啡豆评鉴 就是帮农友架构一个舞台 然后让我们的各方的资源 包括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 对 包括我们谷坑香农会 连我们公所 其实大家都是分共有合作 所以最重要的话就是说我们提供一个平台 让大家可以来各土芬芳 是 然后可以精益求精 因为为什么可以得第一名 一定有它的特色 所以呢大家精益求精 但我也很开心 就是说我们透过产销班 大家平常的共读 共好共学 对 我都很感动 让大家可以一起为这个产业而努力 那我想最重要就是品质 我想品质一定是没有第二句话的 一定要追求品质 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们要回到国际咖啡的家族 我们要跟世界来做一个连结 所以这一次我们用SCA的这样子的一个语言规划 所以让大家可以用世界共同的语言 然后我们也可以回到国际的家族 所以我们很期待借有这颗豆子 让世界品尝到台湾咖啡的芬芳 当然台湾婴儿而美丽 是 说的太棒了 那我们这一次的评鉴呢 用的是SCA的标准 我们也用CQI的标准的杯色表 来去做评鉴 这一次呢我们的冠军出炉之后呢 发现它的分数呢相当之高哦 跟去年比较起来又有长足的进步了 今年的冠军的分数呢高达86分以上 在它的整个咖啡的香气的细致度 以及它的唇厚度跟它的酸質的表现上面 都相当的杰出 我相信刚刚副县长也提到了 这就是整个云林地区 大家可以是说共同的努力 互相协助互相帮忙 那当然工部门的带领是非常重要的 创造出一个好的平台 让农友们呢一起往前努力 其实在亚洲地区呢 台湾的咖啡的人均的消费量呢 其实越来越高了 在亚洲可以说仅次于日本跟韩国 可是各位朋友 你有听说过日本或韩国种植咖啡吗 而台湾是唯一有种植咖啡的 在这样的一个高消费国的国度里面 那这件事情 副县长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太幸运了 宝岛之所以能够称为宝岛 我想就是来自于上天 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福地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要珍惜 然后呢 我们就好好的去 让消费者跟生产者 我们一直都觉得 我们云岭是一个农业的大县 那我们县长都很期待 我们的农友 不管是咖啡农 不管是其他的农友 我们就好花钱 你不用去烦恼 那个形象的问题 你不用去烦恼 那我们的消费者呢 也就是好好的 来阅读我们云岭 阅读我们的产业 阅读我们的咖啡庄园 然后呢 云岭就是我的家 云岭就是咖啡庄园 所以呢 当消费者跟生产者 可以成为另类的家人 哇 太棒了 真的好棒 以后真的 像杨老师 你也可以来任养一捕田 这是上面你就给他写 洋家咖啡园 你亲手采 你亲手摘 你亲手去封培 你甚至去做绿泡包 然后你送给你的好朋友 这是咖啡庄园 你看不一样 但到的咖啡 真的说的太棒了 其实我们说 我们在学习咖啡的历程 很重视的是 从一颗种子到一杯咖啡 在世界上许多先进的国家 许多重要的消费国 都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像台湾一样 可以从头到尾的 从一颗种子到一杯咖啡 完整的产业链可以体验 那我也特别推荐各位朋友 尤其这次呢 我是担任云林咖啡评件的主审 对这边的咖啡品质 非常有信心 我也非常建议朋友们 在平日的时候 也欢迎来到云林县 来品尝一下虎根咖啡喔 OK 那我们的访谈是不是就到这边 今天非常谢谢副舰长波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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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找一家咖啡员 好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喔 拜拜 OK 哈啰 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采访到 我们这一次云林县咖啡评件的 水溪组的冠军喔 这个冠军呢 就是我身旁站的这一位 他是我们的 考领的松枝园庄园 是不是 麻烦自我介绍一下 对对对对 我是第14班 那个松枝园 椰子灯 那这一次呢 非常非常恭喜 水溪组的冠军呢 他的分数呢 高达86分以上 可以是说品质非常的好 风味香气相当的清澈跟细致 那而且我刚刚最讶异的是 我听着这个老板娘说到 他们的海拔呢 不到800 对不对 不到 我可不可以请问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在这么低海拔 就可以种出这么好的品质 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跌跌撞撞 我那里比较贫瘠 然后海拔滴 碰到雨水的时候 时间又不太对称 所以有时候就是要靠人力这样子去浇 然后我还会养一些那个 溢肥 就是自己养的那个 溢肥 有机溢肥 然后如果没下雨的时候 我就是靠这个溢水下去 淋在那个树的下方 然后让它提升它的品质 不然我海拔是比人家稍微吃亏一些 所以你在 你就是完全利用 比较好的施肥的管理方式 OK 我想请问今年算是 您第几次参加 我加入这个第14班咖啡班之后 我每年都有参加 只是我一直找不到怎么提升我自己的品质 喔 哇 这样大概几年了 今天好像是第四次比赛 第四次比赛 可能吧 OK 那很厉害耶 四次四五次就抓到诀窍了 OK OK 好 那其实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 能够邀请这个老板娘跟大家分享 可能有人觉得你海拔不够 你的 必须去客服 但是老板娘用她自己的方式 来克服 达到这么好的成绩 这一支呢 我也自己亲自喝过 我非常讶异它的品质 那也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呢 对我们的谷坑的好咖啡有兴趣的 一定要到云林县谷坑这边来品尝一下 这边的好咖啡喔 OK 谢谢 今天很开心有机会呢 能够专访到这是云林咖啡评鉴的 其他主义组的冠军喔 也就是我们的花喜田庄园的老板娘佩珊 欢迎你 OK 那可不可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云林县谷坑咖啡产销班 第14班的班长 那也是花喜田咖啡庄园的负责人 那我叫贝山 花喜田等于是在我们的得奖上面就有两支喔 对不对 对 那这个可以说表现非常杰出 你们的这个其他主义组的第一名 已经超过85分的高分了 是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诀窍是什么 怎么样能够冲上第一 冲上第一 其实我们期待很多年了 期待很多年了 OK好 就是其实我觉得在整个 今年因为大环境的关系 所以其实它的水分跟都没有那么充足 没错 但是我觉得因为卓果量比较少 可是做出来的风味并不输于其他的级年 因为你卓果率越少的话 它豆子会比较大 那豆子大的话 反正它的营养分 最量少 营养分会集中在这么多颗里面 反正集中在它上面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年的甜度 我觉得我们以往的表现可能都不到 就是我们自己在测甜度的时候 可能就是15到20左右 对 可是我们今年所有的每一个品种 最高的品种还有将近到 将近快30度的甜度 差这么大 对 所以你们在施肥得益上面 等于是说也帮助很多 对 我觉得甜尖管理上面其实占蛮主要的原因 你这个得奖的喜悦应该 从你的笑容就可以感觉得到 可以等于是说 努力了这么久 对不对 总算有了回馈了 对对对 这个证明了 好 我这样来讲 你都已经拿到第一名了 那接下来 还有什么要修正的吗 都已经这么棒了 没有 我觉得好的时候 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好 那我是希望整个班员 每一个人都能够成长 因为今年的 想的太好 今年的除了我们自己的 自己有得奖以外 其实我们的班员 每一个都表现得相当的好 对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老板娘 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祝福你 那也希望您的花喜天 能够蒸蒸日上 OK 正义兴隆了 谢谢 好那非常开心 今天有机会能够 访问到 这个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冠军庄园 松岳咖啡庄园的郭桑胜 郭老板 非常欢迎你 那首先请郭老板 是不是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松岳咖啡的老农夫 因为谷坑就是日据时代救中咖啡 对 到后来台湾光复以后移民县政府 还见过一家 据说那个时候是亚洲最大的咖啡加工厂 有这样的历史源源 所以那时候一乡一特产我们就推咖啡 那这样有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都有 真的是可以说我们在台湾咖啡种植的前辈 没有没有不敢 这是非常恭喜郭老板 我们这次的比赛分成两种组别 一个是随喜组 一个是其他类处理组 那郭老板可以是说在这两个组别里面 都拿下了头登奖的殊荣 特别是在随喜组 他的分数也高达了85分以上 我们都知道去年整个的 因为气候的因素 其实也产量非常的匮乏 那在这种条件之下 还能够做出这么样的高品质 我们也觉得非常佩服 那郭老板有什么诀窍呢 可以两种不同的处理法 都拿到这么高的分数 我们算是做咖啡比较久 我们就会每年参加比赛 就是对自己咖啡的一种品质的考核 是 连度考核 是 我们就每年会做一些检讨 有时候我们就不足的地方 因为天然气候一直在变 尤其现在是极端气候嘛 对 我们没办法控制 所以我们要充实我们的设备 我们就多添购了一些 比如说冷藏库啦 就干燥机啊 今年是很干旱 所以干燥机没有起动很多次 但是 以后用得到 但是这个配备一定要有 对 我们就多充实这些设备 OK 郭老板已经得到这样的奖项 那未来的话 你有什么展望的 你觉得自己还想要 都已经这么高了 你还想要到达什么样的境界 这个其实它是无止境的啦 咖啡是最国际化的一个饮品嘛 我们就是要放眼全球各个产区 在别的先进的咖啡产区 他们已经做到那样的高度 我们就是以他们为目标 像巴拿马 现在巴拿马的咖啡 它竞标可以标到一公斤十几万 我们还差很多 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了解 OK 等于是说郭老板 虽然在台湾 可以是说已经是佼佼者 但他并不因此而自满 他还希望把这个眼光放到 像国际的一个市场 跟国际的最杰出的一些庄园 来去做学习 OK 那也祝福郭老板 也恭喜你这次获奖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OK 下次见 拜拜 OK 好 那终于完成了我们的咖啡评鉴了 好 这一次我们的咖啡评鉴分成随喜组跟其他处理法组 两种不同的类别 在随喜组当中 我们喝到了非常非常干净清澈的花香 以及非常饱满圆润的唇厚度 以及它的酸脂 这样的咖啡呢 坦白的说 在许多国外的评鉴也不见得喝得到 当然我们并不是卖瓜缩瓜甜或是井底之蛙 最重要是要让朋友们知道 台湾咖啡的实力不容小觑 特别是我们的随喜的组别呢 最高分已经超过了86分 在其他处理法类的话 不管是日晒密处理 或者其他的一些处理方式呢 这样的一个分数也高达了85分以上 我想我们评审们对于整个评分 都是斟酌再斟酌的 能够达到85分以上的殊荣 都代表了他这支咖啡 不单单是在台湾 甚至在国际整个产业当中呢 都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 我也特别邀请许多喜欢咖啡的朋友 甚至咖啡业界的朋友 甚至愿意参加比赛的选手们 都能够再三参考我们台湾 自己自产自己处理的咖啡 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那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并记得开启通知小铃铛哦 您的支持跟鼓励是我们为题咖啡 进步最主要的原动力 朋友们对咖啡这个产业 有任何的想要知道的内容跟讯息 或者是在咖啡学习当中 有遇到任何的瓶颈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能尽我们所能为朋友们 再来做不同程度的讲解跟说明哦 OK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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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